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健身 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星期五 今天想要来分享 代升吸尘器 电池的韧体修改 简单来说 将原厂的电池保护板 写入新的韧体以后 我们更换新的电池 可以继续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来做电源的管理 这是一位国外的大神 做出来的韧体 他做出了很多维修师傅想做 但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们统称他为大神 代升吸尘器的电池保护板 在国外他们是称BMS 电池管理系统 对我们来说 他就是电池的保护板 因为电池压差的过大 造成板子永久的封锁 国外的大神就写了一个新的韧体 把它写进去以后 解除永久封锁的这项限制 并且修改一些相关的数值 让我们可以更换电池以后 持续的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很多人会自己更换电池 但是因为受制于保护板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他喜欢去买一些 副厂的保护板 对我来讲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当然是选择原厂的保护板是最好的 那现在经过韧体的修改 我们可以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消息 所以我自己也尝试进行了修改 那我修改了好几个版本 终于有一个电池的版本 是让我修改成功了 这些保护板都是原厂的 目前这些保护板都是写入失败的 后续我再持续找看看 有没有新的韧体 可以进行修改的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原厂保护板的电池 原厂的保护板 它启动的话就是蓝色的灯 破解板的启动以后会有三种颜色的灯 就是三个颜色灯会先交替闪烁 那它的启动操作是完全跟原厂的一样 都是一按就可以启动的 只是它的亮灯的颜色会不一样而已 我现在比较好奇的就是 如果我的破解板把它拆掉以后 再装上新的电池 是不是还需要重新破解一次 这个是我比较好奇的部分 那我这边另外做了一组新的 那这个我也有进行破解 但是这一个也是破解失败的 所以它还是持续亮红灯 不过它的红灯次数 从32次变成16次 所以这一方面是 我可能还要再找一下原因 他们的文章里面都有说明了 灯号次数的相关原因 说我们就针对原因下去找 这一组电池我有经过 容量的配对 以及内组的配对 所以这一组我想要尝试 把这两组电池对掉 这一组我先把它拆起来 这一组是破解后的 那我这边先写一下 给它注迹一好了 接下来我们直接把它拆开 这样子就拆起来了 确定这一组电池 破解板以后的保护板 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我也不晓得是不是因为 电池的关系 所以造成一直破解失败 因为我也是按照它写的一些 电池的型号 或者是版本下去做修改的 但是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那我这边个别有进行编号 那接下来我就是把两个保护板 拆下来对掉 破解后的保护板 正起这边断电以后 现在按是没有反应的 那我们接着把它接上电 看它还能不能够正常使用 可以的 这样子代表它断电以后 再接上去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换过去 这边已经将它拆下来了 因为当初在拆电池的时候 温控这边 它都是用黑色的一种胶 把它固化 所以几乎每一次在拆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温控给破坏掉 这一个我是另外去找一个温控 把它接上去的 其他的板子的温控 几乎都不见了 如果当初知道可以修改韧体的话 那我们再拆就不用把整个板子拆下来 因为我当初也没想到说 要把这个板子保留下来 所以造成很多板子的破坏 所以如果你有不要的代声的电池 请你不要丢掉 可以拿来给我破解看看 如果破解成功的话 板子可以留给你 回去做一个电池的更换 只要将电池给我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我也不吃亏你也不吃亏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将这个板子拆下来 那我板子已经把它接过去了 然后我们按一下 OK正常 充电看看 可以 那现在再充电 充电的瓦数是 23.3瓦 接下来我们就等它充完电以后 把它组装上去再测试看看 这样子以后 我就可以将破解的板子 换到自己组装的电池 那我这个板子就可以永久的使用 我相信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啊 因为很多人他会去买 高容量的 品质比较好一点的电池下去做组装 所以坊间才会有一大堆 自制的一些 副厂的保护板 那现在 原厂的保护板可以 经由韧体的修改 然后持续使用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是 每个人都会有意愿持续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因为我自己个人也是偏好使用原厂的保护板 那我相信这个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啊 虽然说原厂这样子的锁板的设计是为了安全起见 但有时候很多师傅还是希望能有自己更换电池的一个 全力以及乐趣 因为你板子锁住了变成我就算换新的电池也不能用嘛 所以现在有新的韧体出现的话 我相信这个看以后原厂会不会做一个改变啦 虽然说你想要保护消费者的这种观念是很好的 但我认为这种趋势是以后必然的 因为人家不愿意用你原厂的保护板 他只能去买副厂的保护板 好像充饱了 电压表目前也没有电压了 目前量出来的电压有25.1 6颗电池算起来的话 最好的电压理论值是25.2 因为它有6颗电池嘛 每一颗用4.2辅下去做计算的话 所以这一组电池配对起来还不错啦 组装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测一下平衡分压的线有没有接好 这样就正常了 接下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保护 那我这边目前已经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保护了 那我们电池装好以后来测试一下 电池装上去以后我们来做简单的测试 这是一般的模式 还是可以的 接下来我们用强劲的模式 OK因为这是二手的电池组 续航力我就不测试了 那这样子就可以确定破解后的保护板 是可以随时把保护板拆掉 更换新的电池以后再装上去 是不用二次破解的 这样子这个保护板的破解就算完成了 测试出来的电压是25.5 那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保护板的破解过程 接下来我们要写入新的韧体 那我这边准备了一块 之前我有写过 但是失败了 所以它现在是 是连灯都没有办法显示的 电池的电压是有24.2V的 因为我写了几个韧体 所以会造成这一块板子 连红灯都闪不出来 就是它的韧体是不匹配的 所以我今天也打算要重新写这一块的韧体 那要写新的韧体 我们还需要这个应该是编码器 你自己截图 然后上网搜寻就有了 或者是打KIT 3.5V的 然后你还要自己制作引线 引线在网站上的接法也有 那这边的话 橘色的这一条第二角 可以不用接没关系 因为它是1.8V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 直接把它插到我们的板子上 这样子 然后接上我们的编码器 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电脑了 那我们打开电脑以后 我们先去搜寻 代声控一格 BMS 然后就可以找到 这一个国外大神YouTube的影片 那我们进去以后 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 翻译成中文 它就是V6 V7的电池管理系统 非官方的 然后我们点进去看它的内容 那我们去它的GateHub 它这边有编码器的软体 我们直接下载就可以了 那我们进去它的储存库这边 一样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我们要先去下载它的韧体 这边有一个版本 我们直接把这一个代声的 BMS V1的这一个下载下来 然后我会建议你先去看它的各项说明 大神的影片 因为YouTube的自动翻译 对我来讲有一点不是很好识别 所以我是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再制作自己看得懂的字幕 字幕档我也会上传上来 有兴趣的你就自己去刷字幕档 那这边是相容的 它是代声7SV11的PCB的版本 它这边都是它自己有经过测试的 你可以看一下你板子的型号 这边是有写韧体刷新过程是不可逆的 而且是无法恢复出厂韧体的 那这边就是它的接线图 你就按照它图示上面的线路图下去接 这边是有写根本不连接VDD线 就是我刚才讲这一条橘色的线 所以我在使用我都是没有接的 最后我们如果有破解完成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边 LD的颜色的指示 这个你自己找时间稍微看一下 这对我来讲就能用就能用 不能用就是有问题 有问题我们再来看这些灯的颜色就好 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蓝色闪烁三次 这一个问题 它就是电池低电量了 基本上你只要记得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了 这是它设计韧体的原理图 这个你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你如果一些电脑程式不会用的话 我是建议你要先去看它的影片 它会教你怎么样去下载 那我这边已经下载完成了 那我们直接把它打开 这边我只讲解比较重要的几点 当我们进入的时候 我们要先去确认 我们的机器有没有连上去 有连上去的话 它这边就会有你机器的型号 VDD线就是这一个 那因为我们没有连接 所以它不会侦测 接下来我们要写入韧体 韧体这一个是大神制作的 因为我的保护版有一些版本 是跟大神的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网路上又多搜寻了其他的版本 像SV03的04的10的还有DC59的 HH11的 那因为我之前有刷过其他的韧体 那这一个韧体我再重新刷一次 那我们就是点进去 然后直接按写入 然后直接按写入 好这样子就写入完成了 写入完成以后 各位可以看一下 边就开始亮红灯了 可以算一下红灯的次数应该是16次 那我们先把它移除 那我们再按一下 这样子就是没有刷机成功 所以同样的板子 一块可以成功一块不能成功 不能成功的话 我再来刷其他的版本型号看看 再把它插上去 一样先确认一下 有没有读到机器 那有读到以后 我们刷 我目前这边有 总共6个版本 那我就先刷这一个版本看看 一样我们先写入看看 OK 这个版本就完全没有亮灯 那这个版本就不对了 那我们再刷其他的 目前所有版本都刷过了 没有一个成功的 所以我最后还是把它刷回来 原先的这一个版本 最后它还是呈现红色的闪灯 刷机的部分我就分享到这边 那我这几天一直在找刷机失败的原因 最后是在编辑影片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是我的温控热敏店主这边 没有接上去 导致它这边没有接通 板子会显示异常 因为我也不晓得原厂温控的规格 所以我先随便找了一个 行动电源的热敏店主 把它接上去就正常了 这样子就破解完成了 OK 它就是三个灯号 充电也正常了 那我们量一下电压 这一颗电池电压充薄以后 目前只剩下24.2V 不过还算可以使用啦 现在测试起来都没有问题了 因为之前测试写入韧体的时候 我有反复尝试过几个版本的韧体 重复性的写入 最后再写回原先的版本之后 它还是可以回复正常 所以我现在也可以确定说 我可以多尝试几种不一样的原厂保护板 然后进行韧体的修改 现在确定保护板都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日后我就可以考虑将多余的修改后的保护板 进行出售 让可以想自己更换电池的朋友们 可以购买修改后的原厂保护板 自己更换自己喜欢的电池 但是这里要声明一点就是 我们自己在更换电池 你一定要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最好是有专业的设备 以及一些保护的措施 你要自己动手做 你在自己动手做 因为只要是电池类的 它都有一定的危险程度 所以这一方面你要自己动手的话 自己要去承担以及衡量各种可能发生的风险以及危险 那我这边又换上了另外一片 刚才测试的是这一片 这一片也是我之前有惯的认体 现在测试一下 这一块也破解成功了 刚才有尝试更换没有热敏电阻的时候 我尝试把它短接 短接的结果是不行的 最后还是要把它接上一个热敏电阻 可能是规格的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我对这个设计也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还是按照正常的处理步骤 把它接上去 接上去就成功了 这样子我之前的保护板 可能都是已经成功了 只是缺了一个热敏电阻的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所有的保护板都灌入新的认体 这样子以后 我就可以都使用原厂的保护板来做电源的控制 以后有多的保护板 我可能就会尝试把它出售 所以你可以持续的关注我的频道 如果有一些相关的资讯我都会制作影片 那我这一篇 戴森BMS电池管理系统修改认体的分享影片 就分享到这边为止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敬请订阅和分享 谢谢 谢谢 谢谢